王一龙他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他和波球这种比赛开局 这几个转身腿法还是不错 如果有击腿明显踢脏了 而波球随便一个点息 他就受不了 因为之前他被一个模特 用吸法KO过 我还没专门让他进行的表演 他说你像 我这个练的这个 编招前吸 包括这个挺身杀技 包括连环爪 我们好像才把这陈磊 给这个王一龙 强龙 大场比赛只用时15秒 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吸法 有一些心理隐隐 今天再来看一场 他在空中局的比赛 他最对手是一个日本人 这场比赛王一龙开局不错 连续多个腿法进攻 把这个日本人打的是一礼盟逼 这开局是不是和打波球那场比较相似 只不过这种打法比较耗体能 在后半局 王一龙 差点把自己内抛下 今天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场比赛 腿肤成 好 比赛即将开始 这场比赛是王一龙 对阵日本人 小野真是拿 这场比赛是在空中局 好 比赛开始 哇 王一龙上的就是一个正登 哇 腿法进攻 转身后板 再来一腿 哇 不得不说 王一龙这个腿法还是有几点意识 哇 又是一腿 第一回合 王一龙打的还是比较主动 不过他这个打法的话 应该很好体能 因为这个打法是大开大合 这个日本人也是属于那种一点懵逼啊 日鞋他可能没接过这种打法 也是给这个日本人拿着一个出手不及 哇 第一回合 这个王一龙确实很猛 这场比赛是 三年空中局的中日对局 哇 一个转身憋屈 第一回合王一龙打的还是不错啊 王一龙最早的时候是在武林峰打过比赛 当时是打这个百姓内台 我这个衣服打过 这个交易战斗还第一次见的 哇 漂亮 车串 这个日本人我觉得他这个水平也是一般般 因为当时空中局也是为了捧这个王一龙 不能够给他安排太强的对手 哇 又是一腿 好 这边第一回合王 这边看下妈你肥发 追腿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这个开局是不是和补球那一场比较相似啊 这个很有意思 对 对 对 离去腿法进攻 好 我们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我希望这个小姐真实能也能打出这个太阶段的腿法来 因为太阶段的腿法也非常的华丽 只不过他一下被压住了 王一龙这个打法是大开大合啊 哇 每一下都是四道的层 王一龙就是属于那种只有三板斧啊 开局不错 但是你像这类打法的话很好体能 如果是碰到一些菜鸟可能会拿下比赛 但是你如果碰到高手了 那你就很难打 因为你要知道的时候 他以前那个不得到 他是有这个权口的基础 对 但是他还没完全 对 他不知道怎么在进入 这种啥都不知道 你看 第一勺 这个日本人第一回合是被动来打 被倒了一回合 现在王一龙要把自己折了 我感觉到这个 第二正式让那种 后扫高梯的动作还是有一个 就是低扫 连续点息 当时可能觉得这个规则非常开放 可以使用连续的西方进攻 这个是对 这是推法的表演 这一点比这个K1 还这个武林峰都要好很多 又是一腿 感觉这时候王一龙这个体能出现一些问题了 没有第一飞会这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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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打了现在 后手全面追上 因为我看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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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时机不多了 哇 这笔机体之号离去正确输出 这笔是曼尼回放 这场比赛光伤心还不错啊 好 我们比赛来到第三飞鸽 以后就不能再提了 好 这边第三飞鸽开打 比三飞鸽比较当心玩一龙这个体能 他经常是开局很猛 但是后半局这个体能不行 前面两飞鸽的话 王一龙这个打点应该还是比较多 这个日本人抗击的还是不错啊 哇连续西方进攻 说实话这个王一龙他不是利息太贴吗 怎么这个西方还不如这个日本人 前面两飞鸽是王一龙占据决力优势 所以说第三飞鸽说实话 只要不被击倒或者是独秒 基本上就赢了 哇 这日本人这个体能是真不错啊 第三飞鸽发起猛攻 我这个王一龙也是在控制 因为前面自己是占据决力优势 所以说第三飞鸽只要稳住就行了 所以说第三飞鸽你看一下王一龙这个初装免血少了很多 这场比赛算是王一龙打得补免血少了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算是王一龙打得补免血少了一场比赛 但是她可能是一场比赛算是王一龙的 所以我们很借着 所以我们这边都在对被创建的 但是我们已经试试了一个大小的一次 我看见了是王一龙是王一龙的 そして王一龙是王一龙的 我看见了是王一龙,王一龙,王一龙 鸽,王一龙是王一龙,王一龙 这场比赛是王一龙的 我看见了王一龙,王一龙,王一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